哈喽 大家好 我是张坤 欢迎收看张坤解说三国杀 本期张来看一下 PRE局的话 咱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忠臣 可以说跟主攻正对门 一人打一半 但是 PRE局要由PRE局的担当 所以说我倾向于我们打的更多 应该是这个意思 PRE 再次解释一下PRE 是吧 PRE 预热 先发一局 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快节奏爽一局 那么开局一个万剑 这个对于底点来讲 应该就是能刷一部分牌了 如果刷上来的牌 再能爆发 那就爽了 所以说这个曹操上来 对二号位大乔来了个连击 所谓的顺拆杀 但是这个大乔呢 毕竟不是八号位 所以说其实有点像跳钟了 行吧 那这样一来的话 就有点 不要紧 PRE局的担当 主攻做不了大的贡献 我们可以啊 这就是担当 这就是强者 卫将合法 对 你一定要护驾啊 你不要急九杀 你不护驾 是不是啊 我们都有多的闪的 那么郭佳如果说跳一个大宗贼呢 以后 我们直接给他打无限 让他别控我们了 这基本上反对也出来了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无来儒雅之势 无需与公将真功 蓝万爵啊 標准的蓝万爵 知道吧 蓝万爵到时候都要搞出去的 是吧 那么柔此以来的话 如果你们认为一个蓝蛮就结束 你们就大错特错了 箭箭七发 对不对 再来一个 我去你给他发牌干啥呀 你是不是觉得万剑已经开了 就给他发呀 你还没出杀呢 是不是啊 那么蓝万爵啊蓝万爵 蓝蛮来了有万剑 万剑来了你以为就结束了 还有蓝蛮 所以说能开A的情况下 我们就先开A 先开A以后等过上来的牌 或者说谁没死 我们在决斗谁 然后等过牌以后到时候等杀升值 你可能本来就是一张杀 等着等着可能就是九杀 再等着等着可能就是九属性杀 再等着等着可能就是必中的九属性杀 是不是 所以说从此一来的话 九火哈 这个给你们一个 给你们反正一个大招 大招 不一点一点的跟你们玩了 怎么两点两点的玩 当然啊 这个时候我们就想到了一个 之前的一个话题 有一个男人 他是吧 能给自己过牌 也能给别人过牌 他杀别人过牌 决斗别人也过牌 没错 那个男人又是你脸 读诗书 上礼 手高长 这个你脸啊 所以说从此一来的话 这个最后最后没有死掉的 咱们在决斗 所以说也算是一个直接了当 不脱离带神的一个 的一个 的标准 标准的标准的标准 标准的标准 所以说从此一来的话 这个 提醒大家关注一下 库姐直播 最近太惨了 这个 搞了半天 现在赞棋只有 五万七千二百八十个关注啊 希望这个视频过后 能够到五万七千三百个关注 战棋直播平台 搜索湖北张昆2018 嘿嘿 那么这一局的话 我们是一个大仙 开局有一个二张跟这个 司马 应该还可以啊 你单独玩司马 你可能觉得没啥意思 但是他至少相当于 你回合也有保障了 对吧 当然你回合也可以去 用那个所谓的固阵 这都没问题 相对来讲 这两个猝死化身还可以啊 但是你开局的这一刀 站在中立的角度啊 杀的太臭了 是吧 你就摆明了80%的人 都要去杀马昌的 你跑去杀马娘 你看 朝瑞都忙给马昌 你跑去不忙他 所以说柔此一来的话 敌人发心一落 所以我杀 反馈直接给你屏蔽掉 当然 他屏蔽的不仅仅是反馈 还有什么 化身 心生 对不对 所以说柔此一来的话 你开局你不杀他 说不定马娘还是自己的 二三连反 竹子也像反这一年 对不对 哎呀我去 这个马昌你可以的啊 开局两个人 没斗出两个杀来 他还能杀第二刀 你知道吧 所以说开局 曹瑞马昌两个人架起来 没拼两个杀 哎呀太帅了 要不然我们是又被削又不能卖 多不爽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这个许胖子也算是开局一刀 还可以啊 小打一刀嘛 小打小了 那么黄盖的话 切索联中而行 他 居然 这样了 他黄盖如果是忠诚 就手就打残诸致了嘛 如果是反贼的话 就就把这个许胖子或者是 马娘盲缠嘛 这太猥琐了 啊 再不行再不行 太猥琐了 猥琐你 猥琐你 马娘的话 真是自己人 看到了吧 所以说柔此以来说呢 你不听 忠忠生有 第一轮虽然掉血了 但是没有卖化身啊 主要原因就是那个破马车 且记了我们 那么不死的话 火功怎么比得上奇色 奶的痛快 他如果能走掉的话 嗯 哎呀 我就说嘛 这个家伙完全有可能是内奸的 但是我没说 我是心里边想的 他一个女萌嘛 完全有可能是内奸的 所以说这个黄盖 还是有点猥琐 说白了黄盖肯定不是内奸的 你忠诚也猥琐 反正也猥琐 对吧 但是他误打误着了 因为从目前来看 两个忠诚跳的是非常明确的 他误打误着了以后 虽然说他没打残许胖子 但是我们把内奸给做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捡便宜 这有点小尴尬 有点小尴尬 但是不要紧 他这一个难门的话 我们赶紧卖 你不能怕死了 为什么 一个内奸已经死了 另一个中心已经残了 你就是状态最好 你活到最后有什么用 所以说一卖升天 卖了个什么知道吧 大桥吧好像 对我只是确认一下 因为我刚刚看到了 那么 他说回合外固正捡一堆方片闪 你以为都是废牌 回合内再用一个转化的化身 教你们做人一做人二做人三做人四 其实应该是请休息吧 要大眼的应该是这些 嘿嘿嘿 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只能捡一张 如果再能捡一波 说不定还能顾忌重施呢 行吧 但是这个还是被马车给截除了 行吧 你看我们已经卖了这么神级的化身 东城还是被打死了 更加说明我们更应该卖 是不是 来吧 小样 四个反贼只有一个能动 也对得起我们了 也对得起我们了 马娘这一轮应该可以包养我们一下 还有我们这个固正 配合马娘回合内的支出 放八级的拍牌 对 拍牌配合应援啊 你想应援给我们粘乳跟酒 你就拍粘乳跟酒 然后这个固正 配合回合内的支出 所以说马娘可以存在三写五拍结束回合 对吧 回合内的支出 所以说还是挺强势的 那就相当于是什么 妖大仙 你不是普普通通的大仙 虽然说就三个化身 但是那两个是吧 回合外减一堆 当然固正 除了回合外减一堆以外 还配合马娘回合内的支出 当然还有减一堆散 然后那一圈 这个相当于是妖佐持 对吧 马娘 这个本身回合内还是很强势的 马娘配合一个妖佐持 轻松的掠四个反对 是这个道理吧 虽然说反对有四个 但是你看 他们那两个一减掉 这两个不足去战 你术字只是能拖一下节奏 但是战八斤的敌人有输出 是吧 有大量的过牌的时候 这个所谓的稳定 根本就不起作用了 看到没有 这回合能力多强 一个角度 让一个应援 然后又一个帐八 拍这么多 回合内的固正 删写武汉 所以说他根本就 拖不住这个节奏 我们的过牌已经 绝对的主导了 就相当于是这样的 所以说柔此以来的话 这局算是 应该是哪下了吧 对吧 还可以啊 还可以 一个妖佐词 你看 把他打趴了 干啥 收队友 投降 因为有两个队友的话 他是不能投降的 所以说只有他一个人 他可以投降了 所以说柔此以来 把他打趴了 或者打趴了 这空赢了 他四个反对 真的没见他这样 所以说也就是 只会怎样怎样 调皮 调皮过 两个视频多少有点短 再加一个吧 但是加一个 就一定要关注 柔姐直播了 搞得最近急得很 着急得很 57280 争取能够成为57300 57300 暂期直播平台 搜索古北张冠 2018 或者看视频的简介 你如果听不清的话 看简介是看得清的 好的 这一局的话 我们选择了一个小老盒 蔡庸 其实也叫蔡庸 对吧 真的是一个小老哥 他这个武将咋说呢 其实出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通过近期 这个正式服的 这个游戏来看 出场率不是很高 他小小稳定 就是有一定的 能出场 但是 才不上1200 就属于这样 所以说这个楼神 率先跳一番 然后徐世来是直接扣下 只不能问卦 也算是跳一番 之前的发牌四张应该还可以 虽然说没给王毅发 但是给了徐世 我们 他自私中山 也可以了 好了 既然楼神这么尽心尽力的发牌 我们就不妨给他来一个 桃圆结役 当然可以先过招啊 比如说骗一下无限啊 不行 先桃圆也行 如果无限打了我们过招 招楼神也是不错的 对不对 夜火连天 色牌入 一个问卦可以过牌 一个过招 这个时候应该发四张了啊 那你如果重规重矩的过招的话 你不如先拆后桃圆了 是吧 这张牌可以不拆掉 但是我桃圆得给这人加钱了 是这个道理吧 所以说这个有点 如果能拆楼神就好了啊 你还可以过一点黑桃牌 多攒几个书 我们相当于是一个黑桃杀 攒了一本书 一本书的话 就可以多存一张牌了 所以说压力不是很大 但是这个开局啊 反正还是有一点点被 被别人掀手了 然后呢这一个乱舞 相当于巩固他们主动方 王盖出杀 是吧 他也是 不出杀卖三双美 所以说如此一来的话 这个开局残甲 开局残甲 然后徐司的话 他是相当于他的存在 可以使整个团队都过牌 应该是不错的 还有我们啊 现在只有一本书 但是这一本书可以调 到时候摸牌以后 可以调下来 调下来 一来是提供一个距离 二来这个黑桃装备 可以斩书 应该来讲是不错的 先提前谋划一下啊 提前谋划一下 那么再提前谋划的话 就是那个问卦 是吧 比如说白银问卦呀 这一些东西都是可以提前谋划的 好吧 楼神放弃自己了 相当于是这个发了一辈子牌 祖宗方的火力是有的 所以说只能这个人头让出去了 那这个人头让出去了的话 希望帝尔把他这个 把他的这个最后一点贡献 给他巩固下来 说白了人家尽情尽力了 我们该带人家躺赢 这个不出意外应该是 李延世内奸啊 被碎了一个八卦 非常不开心 但是我们该干我们干我们的啊 黑桃的装备肯定是要调下来的 然后一本书 然后问卦 然后呢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对吧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就该出牌就出牌了 纯牌肯定没问题 你现在纯牌上线加暗了 肯定没问题 这就让我们有些时候想到这个三国伞 倒是还好 他虽然说现在存的四个伞过了 但是你想一下他还出了九杂了 还可以 还可以 这个兵的话 如果说王毅到时候说不定可以问卦 为什么说要强调这个兵啊 我们的通伯 是摸牌阶段的技能 我们的通伯是摸牌阶段的技能 如果说兵过不了的话 我们是不能通伯的 不能通伯一来是不能调整 那这个还又展一本书 不能调整 二来的话 更不能分牌 是吧 他分牌的前提就是调整以后分牌 所以说我们现在调成四花色 方法就是每一种花色逐次独牌 比如说我草花什么调上去 黑糖什么调上去 好的 逐次独牌啊 四个 四个以后可以分配给队友 可以分配的啊 可以一个人四张 也可以一人一张 都可以分配了 分配 所以说最终我们这一整局 还算是做到了一个小老师 应该做的事情 之前少量的书 少量的纯牌上线 书比较多的时候 就有一个调牌过牌的作用 过到牌以后 又比如说黑糖装备更加去展书 书展够了以后包养队友 一般带 所以一整局下来 这个他作为一个小武将啊 也算是对得起他了 该做的事情做了 该看的技能看了 就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看一下视频简介啊 关注云姐直播 好的 谢谢大家